你相信吗? 现在做YouTube视频赚美金不需要录脸哦 也不需要自己拍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YouTube频道吧 其实也就成立一年多 但是现在这个频道却已经拥有将近70万的订阅者 这个频道仅仅是通过制作关于动物的一些简单的短视频而已 在过去一个月内 它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的观看量 让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几个这个频道的短视频吧 今天的视频里 我会教你如何可以介入AI的力量 轻松也能做出这样的视频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用到CheckGPT或者MateJourney 事实上只要一款免费的AI工具就可以做到哦 这个声音听上去熟悉吗? 没错 这就是前面那个YouTube频道里面听到的一模一样的配音 而这个配音也就是来自于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款AI工具哦 在我介绍这款工具之前 我先透露一下今天的视频干货满满 尤其在视频的结尾处 我还会给到一些很重要的YouTube视频制作的绝佳思路 所以记得一定要收看到结尾哦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Flicky 它是一款革命性的免费的AI工具哦 它有一项非常颠覆性的功能 叫做Idea to Video 也就是说从想法到视频生成的功能 怎么样 这个功能光听名字就感觉非常赞了吧 我会在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的描述栏中 放入Flicky这款工具的使用链接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进去试试看哦 好 我们一起来尝试使用Flicky来做一个视频吧 创建好账户之后 选择一个新文件 就这边的New File 给它起个名字 并点击提交Submit 首先 确保你的视频尺寸设置为竖屏 也就是Portrait 这个是YouTube短视频的标准 然后点击保存Save 看到页面右上角的Convert 也就是转换按钮了吗 我们来点击一下它 然后选择下拉框里面的Idea to Video 从想法到视频生成的按钮 然后再跳出的这个文本框内啊 你写出你要制作视频的大体内容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关于熊猫的短视频 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翻译的软件 比如说我打开有道的在线翻译 好的 现在这句简单的英语句子已经翻译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句子复制粘贴到前面 Idea to Video跳出来的文本框里面 好的 然后我们来点击提交Submit 哇哦 这像不像变魔法 我们来看一下 Flicky已经自动输出了 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的文本内容 并且还找到了匹配每一段文字的视频 甚至适合的语音解说都一并跳出来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了 但是其实我还是想做进一步的调整 看到这一段开头介绍的文字吗 它特别长 短视频的开头和结尾都不适合放这么长的句子内容的 所以我们来把开头和结尾的文字都删除 然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每一个句子的长度 还是偏长了一些 那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观众们关注的这个时间呢 是越来越短了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技巧 看到这个加号吗 点击加号图标两次 将本来的一句长句分成三个部分 然后并将句子里的不同的这个内容 给分别的粘贴进去 这个小技巧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短视频看起来更有动态 也更能够吸引人 然后别忘了把其他所有的句子 我们都做相似的处理 对于那些还没有自动匹配到视频内容部分的文字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使用自动挑选 AutoPick这个功能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Flicky的AI会智能化的选择 与文本内容相匹配的视频简洁 当然了 如果你依然是对AI生成的视频剪辑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点击它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素材库 输入你想要的内容 选择你最满意的视频剪辑内容就好了 好的 现在我们到了要加语音解说的部分了 看到这个名为Sara的选项吗 点击一下它 你就会看到非常丰富的语音选择库 你可以花一些时间一个一个听下来 直到找到你最满意的那个声音为止 在我们今天的教程中 我会选择Ryan这个声音 然后最后别忘了 记得点击应用到所有场景 下一步字幕 我会选择中央方式的方式 这样更醒目 字体 我想换成Josephine Sands 字体大小 我们来选择大号 然后记得将字幕显示的设置为 单词 Word展示 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次的显示字幕了 对了 别忘了还有颜色 我来选择黄色 最后点击应用 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击导出Export并播放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效果还挺不错的 最关键 是制作起来真的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一个工具 不需要反复切换不同的工具使用界面了 对了 你有发现我最后故意加进去的那个循环吗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很有效果的方式 对于YouTube平台的算法来说 非常的友好 因为我们通过创建一个简单的循环 观众会经常在不知不觉中 就会重新观看你的短片 他们观看的次数越多 你的视频被推荐给其他人的机会也会越高 前几天 我偶然在刷Instagram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频道 他们主要是做励志类的短视频 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短视频内容吧 怎么样 完全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的Flicky来一键制作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信息点是 是的小伙伴们 他用的又是Flicky里面的一款AI的声音 这就是妥妥的证据啊 其实要做火爆全网的短视频根本不难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两个频道呀 它其实都是用这个一键AI工具制作出来的 并且你完全可以采用跨平台的策略 比如说把Instagram上看到的这个频道 你提取它内容的精华点 然后用Flicky来每天大量的输出短视频内容 可以到YouTube上去制作一个 类似的YouTube的Shorts的短视频频道 接下来 我会在两分钟之内 用Flicky来制作一个和这个励志频道 类似的短视频 好 最后我们到了选择语音解说的时候 让我们来选择Gavin 对了 你有注意到吗 Flicky还自动为我们匹配了适当的背景音乐 好了 搞定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 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 最关键是非常的方便 在如今这个时代下 做YouTube视频赚美金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哦 你可以尝试使用AI工具来助力你的赚美金 变现之路 今天的视频 用到了这一款工具 Flicky的链接 我已经放在视频描述区中 最后 如果你认为今天这个视频对于你来说 非常有价值 记得请点赞和订阅 我会持续在这个频道中 输出制作这类AI变现和应用相关内容的视频的 我们下次见哦 Pod Om 你会让我这样 без误会吗 你会让你这种频道